超级大乐迷 李宇春 最后的比赛 我们从31支乐队当中 已经选出了我们的HOT FIVE 给大家介绍 哄阳 肯零十五 爱奇艺这个现场 真的是格格不入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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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 您说 大老师 你衣服真好看 但是露度七眼 你稍微那个 拉甲线 好辣 对吧 春春看《乐队的夏天》 看得多吗 我每一期都看了 有好几支我都挺喜欢 但是我特别喜欢的是 痛痒乐队 其实之前说实话 也不是每一首作品都听过 但这一次 因为看《乐队的夏天》 这个节目 也听到了 改编《我愿意》这首歌 然后听到了 《再见杰克》这样的作品 然后就特别喜欢 我愿意 音乐节我都追 然后我记得 大家会发现我们 超级大乐迷有一个位子 是空的 特别好 忘了 他撒手不管了 然后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结果这个事 其实当时是你撂挑子不干了 因为朴树是小乐的偶像 你觉得 也感谢这些乐队 有一个 快回来吧 真的 你快回来吧 唯一的遗憾 就是如果他叫 动死大死 然后我们就可以 对 这两个人那种风格你喜欢吗 其实《Click 15》也是我自己 会很喜欢的一个乐队 而且我看了一下键盘手 他是怎么练琴的 他的一些演出的一些故事什么的 我自己挺感动的 预测一下自己在《Click 15》里面的排名 好不好 那会儿次约在唱歌的时候 后面 老板来了 马银 他们喜欢的 马银 谢谢 谢谢 终于刚刚在台上 把你们的歌听清楚了 清风老师唱 看过清风的表演吗 我看过 我一人唱歌舒服 还是自己在上面唱歌舒服 冬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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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他们乐队 我其实也是第一次看这样的一个现场 之前只是通过屏幕去感受到的 但是今天在现场 我觉得这种感官会更加的直接 他们呈现的这样的一种境界 会让我 或者说让更多做音乐的 让年轻的人 拥有对音乐的一种敬畏心 来啊 夏日音乐派对表演嘉宾是 不是 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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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lin'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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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誓 直言 身份 信别 肤色 年龄 文化 语言 时代 观念 标准 眼光 与爱无关 无关 无关 假设 直言 身份 信别 它负责 年龄 文化 语言 时代 观念 标准 眼光 与爱无关 无关 无关 Fallin' l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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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必陌生人赋予 我们是千亿所剩无忌 百无荆棘 百无荆棘 成为自己 成为自己 家世 职业 身份 性别 复缩 年龄 文化 语言 时代 观念 标准 烟火 与我无怀 无怀 无怀 追逐太阳刺眼的边角 呼吸脱缰的空气 在一无所有之前 学习走路 学习跑步 坐头经出水 经这几乱 玫瑰 极光 花 钢铁 病菌 枪袍 喧嚣缩放尽的扬声器 磨蹦乱停 近在眼前 身在其中 桀骜 软烂 咆哨 鲜没 洋溢 黯淡 黄石 悲透 一举一动 没有退路 白日盛下 雪中跳舞 我想把你扛进口袋 直到死亡 将我们分开 呜 deh 我 height上了 啊還是 Ross 噜你丛天罗 噜你丛生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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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e 噜你丛� 萍尿呜骛 咿牛呜呸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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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炭 I'm falling in love I'm with you 老张 帮我们介绍一下 乐队的艺术家好不好 石头 常石磊 他是一个非常天才的歌手和制作人 还有另外一位又一个天才 赵赵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制作人 还有贝贝 鼓手贝贝 男神 春春的第一次演出也是我和贝贝 也有帮到他 其实我们有一点是 我是比较年长的 他们是新的 但是我们关系都非常好 一起合作好多年 对 紧接这些乐手都吵不来 石头 你说两句 我们刚才还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问我们叫什么乐队 我们叫什么来着 我们的乐队叫问东哥 问东哥 对对对 我们的乐队名字叫问东哥 所以下一次我们一起演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春春 谢谢 谢谢 谢谢春春 谢谢老张 所有表演的嘉宾 乐队的夏天 最重要的这个排名 放在这这琴盒里面 博果希乐队的夏天 HOT FIVE 确实是 恭喜潘迪欣林 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爱 博果希乐队的夏天 排名 我觉得我觉得我们现在 乐队的夏天 HOT FIVE 排名第三队 音乐节去感受 我 超五排名第一的乐队是 不断的压力 让我们 专入果果希 独家冠名播出的 乐队夏天的这一季 还拿奖杯 这是不是一件特土的事 我们不知道 这个节目还应 我们在这宣布 我们有两个计划 马上开始启动 第一个是乐队的夏天 第二个计划 是乐队的夏天 月下寻星计划 希望大家能够提供线索 帮我们去发现 更多的宝藏乐队 都好可怕哦